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有一段時間沒有面對面和大家聊天 原因是因為我搬到另一處居住 所以之前有一段時間處理很多搬屋和安排的事情 現在我已經安排了大部份 所以可以慢慢開始拍片工作 我最近自己都很忙 不過有些事情都會令我很興奮 就是有新的東西 最近我托我姐姐在日本買了很多MD Notebook給我 如果你平時走開Lock On的話 應該都會見過很多MD Notebook 就是這些純白色的一本寶 今次在這個影片中 我會和大家一起揭揭我新買的幾本寶 以及用很多不同的筆去試驗 看看這一本寶的紙質是怎樣的 會不會過底啊 會不會顯得顯不顯色之類 如果你都想知道上一本寶的紙質是否真的那麼好的話 那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它的特點就是全本都是白色的 我今次就買了五本的MD Notebook 主要都是這個A5尺寸和這個文褲的尺寸 它每一個後面都會有一張貼紙 是Ideas和Diary的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張貼紙 可能是因為它被人家兩邊這樣用 可能你面前這邊就可以貼Idea 這邊就可以貼Diary 它每一本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牛油紙做包裝 它的紙質都很滑 但摸上去紙質就不算很厚 我也在想它究竟可不可以用到一些不同的筆 而不過底 我們一會兒可以測試一下 它也是會有一條線的 後面都是一樣的 有Diary和Idea 今次就最主要想跟大家說一下這三本 這三本就是十周年的版本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也是等人去日本的時候才買回來給我 所以我之前也沒有研究 看看裡面 其實裡面 我打開的時候 這本是有點錯愕 因為我以為它兩邊都會有這個麻糬 但是它只有一邊有麻糬 而這一邊全部都是橫線 咦 這個挺漂亮的 它的格子不是好像平時的格子寶 這樣黏著 有些麻糬在每一行和每一行之間 有Story Board 它應該每一版就是八格 它是黑色 其實是淺灰色 我第一個要試的筆就是這個 Sakura的Brush Pen 我會試兩隻 一隻色一身一淺的 這兩隻筆呢 平時都不是每一隻紙都可以識讀的 這次我就看一下它會不會過底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過底 我可以拿它給大家看一下 只不過是你會看到深色的那個 就會好像前面間寫了東西的感覺 但是其實它不是屬於過底 但是淺色的那個就不算很明顯 之後我就想試一下用Muji的水筆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都沒有過底的 不過呢 因為它比剛才有的顯色 所以呢 兩隻呢 你都會看到是前面那頁寫了東西的感覺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試買 這個 Tombo的Brush Pen 這個真的很淺色 平時其實它都是這麼淺色的 但是 看它會不會過底 因為淺色和過底 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它就完全沒有過的 這個 也都看不到它有寫過的 那之後呢 我就想試一下用水彩 那我都用了幾多水的 咦 另外我很驚訝的是 連水彩都不太過底 即它始終它裝水的能力 都不是說 跟水彩一樣 這樣畫些小插圖是ok的 但如果呢 拿來畫一些 要 裝著很多水的那種畫風 就很難了 不過 以這種這麼薄的字來講 能夠水彩都不過底 已經很厲害了 我也想試麥水筆 那麥水筆我也是不太擅長 我也是在學著的 自己玩一下這樣 那你看到它麥水筆 也是沒有過底 而且它的麥也不會化開 那爪麥的能力也挺高 那有些人也可能想看看 用 Mao Liner寫上後會怎樣的 那我也試了 那也是完全沒有過底 我試了這個 這個是Touch的Brush Pen 那也是沒有過底的 那 對啦 今天呢 就和大家試了這本寶 那我自己呢 對這本寶也是非常滿意的 一來它的大小 它的款式 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第二呢 就是它的 Flexibility 真的很高 你可以用它來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包括呢 如果呢 如果呢 就是好像我這樣啦 整天都會寫 journal 會畫東西啦 那這一本寶都幾適合的 那 對啦 我真的沒有想過它 它畫水彩下去呢 都不會透底啦 還有 很多不同的筆呢 都是能夠承受得住 那 是的 都抵它買得這麼貴的 那如果你都喜歡手帳 或者呢 想要多解關於文具呀 生活的東西呢 那你都可以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和follow我的IG 那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隨時問我啦 我都會很願意解答你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